红柳大串配个蒜就这一口 直接回到我的家乡乌木前 天气越来越冷了 有朋友留言说 有家新疆羊肉串 贼地道 我以为就一家店了 这新疆烧烤大堆了 这可怎么办呢 咱也没怎么见过世面 选择困难这样当场就犯了 我先打卡朋友推荐的这家 拿框自己选吗 这烤包子看着比我都正经 来俩烤大蒜 这个面积看着就辣呀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没见过 在床下新疆烤豆干是个啥味道 我说这个也没见过 我是烤腐竹还是烤天章啊 鸡爪子牛提君 烤包子怎么办 七个一个 一个吧 这一串够我补到年底了 红柳柳肉 大洋干贼 烤羊盆烤羊盆 羊肉劝 红柳大优 我家俩香菜不变维生寿 在我的家乡 我们都喜欢把羊肉挂在外面 烤之前都会用麻将蘸一下 然后圆道而来的朋友 你就沦陷了 不好意思 说的不像太尴尬了 这辣椒面给我倒的 小哥手在抖 我的心也在抖啊 心上人我在可可拖海等你 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 我真TMD你感到高兴啊 你说天天吃这个串子 开心成啥样啊 开喽开喽 来了 我先尝一个包子 一口下去 爱了 酥脆的外壳只是伪装 鲜嫩多汁才是隐藏的真相啊 老板娘说这是烤豆瓶 这个好吃豆味浓郁 口感筋道来了可以点 新疆烤豆 豆干还是油豆腐 我也不知道 口感很酥脆 但它不入味爆吃 牛提筋就那样 也没有经验 红柳烤牛肉 这个好吃很精道 能吃出来 师傅串这个肉不容易 红柳大肉 美拉德反应的刚刚好 这个咬一口你就懂了 它得配蒜 一口蒜 然后你再就着这一口肉 这一刻我只想去可可拖海放羊 真的 再来点补的 哎 这玩指定的压压味道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是九分熟 我的天哪 就真的很论 但是它没有那个啥的味道 喜欢吃这一口的 懂得都懂 这是弟弟第一次吃羊肝 希望你们不要见笑 笑吧 想笑你就笑吧 我真的有点招不住 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呀 大蒜都压不住我的天哪 最后说一下这个烤羊排确实挺好吃的 油脂爆开油股奶香味 然后这个我一直好奇是个啥 破案了奶香小馒头太扁了